回回来看到呢在大陆黑色黄金 现在呢在中国石油长庆油田 在甘肃发现了一个超义顿级的大油田 而且呢这可能是个聚宝盆 我特别讲石油就是一个国家的命脉 这个因为能源来讲 其实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现在可以知道说 其实全世界很多的博弈 不管是海上或干嘛 主要就是维护它的能源的一个安全 尤其最明显是日本 当然知道日本二次世界战怎么开打 就是它担心美国切断它的能源路线 所以日本就去偷袭珍珠港 那现在中国来讲 中国大陆也是一样 它现在为了保护它自己的能源 尤其它现在发展起来了 它工业进步了 它现在每天 中国大陆每天消耗全世界的能源 石油能源将近占16% 其实消耗量是非常大的 所以你看到它不管从北边的西伯利亚 跟俄罗斯的游戏管道 或者是说从中亚那边 或者是从巴基斯坦 或者是我们刚刚讲的缅甸 那条的游路管线 还有它自己航运路线 它为了确保南海那边航运的安全 对它来讲 它确保这些石油 这些能源能够进口 除此之外 它还积极在发展 就是太阳能 对不对 绿色能源 这个长江三峡水利能源 它还积极在发展 因为有能源国家才能有建设 但是很严 这中国的短板一直是什么 就是它自己国家里面 一直能源来讲 石油产量 是不够它自己国家使用 所以它必须从外国进口 那美国以前也是很依赖中东 所以它跟中东来讲的话 它无论捷径如何 一定要在中东地区称霸 一直到什么时候 到美国自己发现了 页岩油的采取的方法 然后它慢慢就对中东来讲 这些国家就慢慢疏离 它影响就不用那么 花那么大的精力在中东地区国家 那如果说现在这个中国大陆 它自己能够发现这么大一个油矿来讲的话 第一个可以确保它能源的不予匮乏 也避免受制于其他的国家 美国或者是说其他英国欧美这些国家 对它的威胁势必就会减少 那第二个来讲的话 在经济上面来讲的话 它也比较不会受 它可以很稳定的一个人员来源来讲的话 它就避免掉国际油价的一个波动 对它经济发展一个影响 它可以按照它自己既定的一个脚步 来发展它的经济 因为有能源的稳定的供应 它自己自产自足 然后不会受国际能源油价的一个波动影响 对它来讲是非常重要 那如果说能够 如果说这个油田发现确实是属实来讲的话 我相信不但会改变中国的经济形态 对全世界的大战略的一个格局 都有很大的影响 那同时在这个美国财务部财政部呢表示 在电动汽车部分也出手 2024开始呢美国生产的电动汽车 如果包含中国等国家制造组装的电池组件 就不再享有通膨削减法提供的 7500美元的税收抵免 好这事是不是也会影响到 美国的一个汽车的转型速度呢 我们请教答请哥 对啊其实雷蒙多对中国大陆的敌意真的很强 所以你说雷蒙多是战狼 我觉得也并不为过 就是雷蒙多嘴巴大概 从来没有什么吐出一句好话的 好不容易可能讲的稍微温和一点 可是其他话讲的都是 一句一句比难听的 所以你看到不管是雷蒙多 或者是布朗的谈话 其实都很妙 你一方面看到拜登想尽各种办法 希望习近平跟他见个面 然后两个人表达了 表现出如此友善的态度 然后还要彼此一起 这个并肩在这个花园里头散步 那么很显然的美国有求于中国大陆 那么为什么美国希望在这个时刻 缓和跟中国大陆之间的关系 就是因为中东的情况还没有大势鼎定 就是美国并不确定 中东的情况会不会扩大 而且也许我们待会会讨论到 中东的情况现在看起来 就如果要照以色列 内坦雅胡这样的一个计划 说这个天涯万里追 要追杀所有的这个 这个哈马斯的这些人士的话 恐怕这场战争要打十年以上了 整个中东恐怕又是另外一个局面 所以对拜登来说 他现在没有办法无暇他顾处理 这个印太地区 处理西太平洋的问题 所以他当然先安抚一下中国大陆 然后这一次他们认为 跟中国大陆习近平见面 最大的成就就是 中美之间恢复了军事对话机制 从这一点就可以感受得出来 其实美国军方很担心 就过去这么长一段时间 从去年到现在 因为军事对话机制的中断 中美极有可能在台海或者是南海 因为插枪走火而爆发冲突 因为彼此的军方没有对话的可能 所以所有的讯息都有可能会造成误判 那既然如此 你这个时候雷蒙多去啰嗦 这个是干什么呢 你说什么北京当局 是我们预告最大的威胁 又强调中国不是我们的朋友 从这一点 这个北京政府就可以看得很清楚了 美国就是在玩两手策略 现在是因为有求于你 所以话讲得特别好听 态度表现得特别好 等有一天无求于你的时候 雷蒙多这种论述 就是美国政府的主要主流意见了 那更不要讲布朗了 布朗说你为了冲突做好了准备 你既然为了冲突做好了准备 你干嘛去建立什么 中美军事对话机制 就不用对话机制了 大家打一场看看谁赢不就好了吗 显然你并不想打 显然你也没有做好什么特别的准备 你现在就是因为希望避免战争 所以你才要这个积极的 跟中国大陆寻求建立一个 中美这个对话的 这个军事对话机制 所以这两个人的谈话 其实某种程度反映出来了 美国的政治人物 官员跟军方人士 对中国大陆强烈的敌意 那么我相信北京政府 也没有错估这样的情势 所以当然这个国际政治里头 本来就是这个和和 纷纷纷纷纷和和 或者是这个人前拥抱 背后插刀 这种情况这个屡见不鲜 但是当然这些人士的谈话 就可以让我们再一次的看到了 其实中美之间 它现在目前为止是一个 冒合神力的状态 那这个冒合是有利于拜登 有利于美国 现在把手腾出来 处理其他的地方 但是事实上 中美之间不要说争霸 就是说美国对中国大陆的敌意 美国这个希望打压打击 打垮中国大陆的这些想法 从来都没有降低过 那么当然你就包含到 刚才我们在讲的 像这个电动车的问题也是 就是美国在电动车的 电池的问题上 对中国大陆也开始进行了 某种程度的封锁跟打压 可是殊不知大家知道 电动车最关键的技术是什么 电动车没有引擎 电动车是马达 电动车最关键的技术 就是电池 对 它的心脏 对 它才是一切的核心 你美国现在没有这个技术 就你美国没有中国大陆 这么成熟的技术 你美国没有像中国大陆 这么多应用的场景 中国大陆有多少电动车 在路上跑 在这种情况之下 它的电池要迭代更新 要做升级是非常容易的 因为有太多的应用场景了 所以这些 为什么中国大陆有这么强的 电动车电池制造的能力 就在于此 你美国自己都没有 你既没有基础建设工程 你的充电桩也不够 然后你现在充电的规格 有没有做统一也不知道 现在你还要去打压 中国大陆的电池技术 这对美国的这些汽车产业来说 我觉得他们心中恐怕 有其他的不满情绪 因为你看到美国三大汽车厂 在过去这段时间 他们是希望跟中国大陆的 这个电池厂合作的 为什么 因为他们认为 借由跟中国大陆的电池厂合作 他们可以最快取得 电池生产制造一定的水准技术 那么这就是他们希望能够 这个彼此合作的一个重要原因 可是你现在美国限制了这条路 那么你美国自己本土的 这个电动车电池显然看起来 品质也好 素质也好 也不见得那么好 那么美国做了这样的一个决定 表面上看起来 好像是打压了中国大陆 可是其实是真正是限制了 自己电动车产业的发展 是 所以现在在业界也就担心 你如此做是不是 你反而也延后了 自己在汽车业者转型的速度 刚才你提到 因为电池对电动车来讲 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强心脏 那我们可以看到 为什么要防着华为呢 那么因为先前你可以看到 华为这个手机 Mate60卖的多好 那现在呢 华为不只是自己 声音做得很好 还助攻 被美国苹果公司 踢出供应链的大陆镜头大厂 欧飞光 那么一度是陷入了业绩的衰退 跟亏损 但是华为力挺之后 现在传出它的镜头模组 进入到华为手机 Mate60的系列供应链 好 现在呢 营运起死回生之外 股价也是应声暴涨 那么另外可以看到 在华为12月1号提出申请的 交通信号状态检测方法 这个专利的项目也正式公布了 那这个部分是什么呢 这个专利涉及了 自动驾驶技术领域 可以检测交通信号状态 还能够检测交通警察 手势的信号 将军 我们先讲 中美晶片站这个华为手机 当然现在大概已经可以确证 那时候大家还在怀疑说 它到底是不是真的7奈米 现在大概也没有什么悬念了 它就是7奈米 那为什么这个 以中国大陆他们这种中芯国际 可以做出这种7奈米这种晶片 因为大家都认为说 是要做出这7奈米 一定要有几身EUV才做得出来 它只有DUV做得出来 后来大家去检视中芯的财报 才发现说 事实上它资本支出很多 就是我付出很多的钱 但是在这种状况之下 那它的收益虽然说卖得很好 可是它收益不多 但它资本支出很多 代表什么 就是我愿意砸大本钱 来抢占这一块市场 我先做出7奈米出来 那这个后面就代表 代表整个大陆上面来讲 政府支持它的力量 代表大陆 大陆有这个决心 有这个能力 然后愿意帮助这些企业界 来发展7奈米 那大家不要小看现在这个金平 大家都认为说一定是艾斯摩尔 才出得了这种DUV EUV这种光刻机 它的光刻技术是用雷射光射的 那现在日本有一家Canon 它是用雷射 它不是用雷射 它是用3D列印的方式做出来 只是说其他的大厂来讲 还不太敢试用 你到底这东西技术成不成熟 对不对 成本有多少不敢讲 可是现在来讲的话 大陆在想它愿意尝试 它愿意购买日本Canon这个技术来做 因为它在这方面 在这个EUV方面被你管制来讲的话 它可以从Canon那边弯道超车 取得另外一种方式 另外一种方式来做出这种更高阶的 更先进的晶片技术 它就可以做出来 那大陆来讲 它现在政府也愿意帮助 企业也有这个心 华为也有这个心 在资本充裕状况之下 我觉得它加上它有这种人才 那很可能在不久的将来 我们就可以看到 这个大陆来讲 它避开这EUV 艾斯莫尔这种光科技的技术 取得另外一种3D列印的技术 来做出新型的这种先进的晶片 之所以说欧非光我特别要举一个例子 我们台湾有一个叫大力光 对大家有没有印象说 大力光原来的这种股价很贵 到五六千块一股 对不对现在跌到大概剩下两千多 两千多一度还腰斩到一千多 对那为什么呢 其实并不是它东西不好 它东西非常好 就是因为太好了 所以说它变成就是太好了 就是一般我们一般普罗大众 消费来讲的话 我不需要用到这么好的镜头 大家要看看我们有照相的观众 应该就知道说 如果你这个照相机要贵要好 要照相品质 镜头很重要 镜头很重要 那个镜头怎么样 就是第一个大颗 我们叫大炮型 镜光量很多 第二个就是它的这种变焦距离要长 我不管是望远或缩小 对微距离的摄影或干嘛 我希望这个镜头 镜光量多 但现在大家想想看 一个小小这么一个手机 这么小小一个镜头 它可以造出来的效果 跟大炮型的相机造出来的效果一样 你看这镜头技术要有多好 它不只是电子变焦而已 它甚至于光学上面也可以达到边焦的效果 欧微光就是类似像我们台湾大力光 它东西好不好 它东西很好 只是说就苹果来讲的话 它认为说一般普罗大众 我不需要采购到这么好的一个镜头 结果它就被剔除了 所以它就被剔出来了 因为它成本 就会增加你Apple手机的成本价格 它的利润就会减少 那现在华为愿意用这种 那这个我们从哪一点 可以很明显看 就很多那天我还记得寒冰在那边 它拿了一个华为手机照月亮 中优节的时候它照月亮 照月效果还真的是很好 代表欧非光这种镜头来讲的话 它的光学效果确实是很好 只是说因为就是太好了 它一般来讲 苹果来讲成本可能比较高 所以它就不愿意采购 所以在这种总统状况之下 我觉得这个华为现在愿意用 这个欧非光的镜头来讲的话 我觉得是这个强强联手 这个东西好 大家都愿意要用 来用这东西 之所以最后讲的 这个华为用这种交通信号 就是它主要是什么 就是我们一般车子来讲 自动驾驶 它会看路边的那种交通标示 来辨识 你是不是可以左转 或限速多少 它会辨识 辨识以后控制你车子车速 不要超速 或者是路上的标线 对不对 不要超线 它会看这种东西来标线 但是你说看 我觉得这个可能 我平常来讲我不敢用 对不对 看交通警察 那交通警察要训练得很好 那个手势要很明确 要很明确 让这个镜头它会辨识 因为毕竟来讲 它只是机器 它不见得辨识那么清楚 如果说你训练不是很成熟 交通指挥手势 不是很好的交通检察 或是角度有点偏差 你这偏差 或者是它指挥的手势 不是很清楚 会不会造成 反而造成交通意外状况 我觉得这个技术来讲 是很科技的一个技术 但是问题是说 实不实用 因为牵涉到人 牵涉到交通警察 它的指挥手势来讲 就比较大 我觉得这个并不是说 我自己感觉并不是这样的 是很实用的技术 因为反而就发展那种 就是说自动驾驶 或者是空中自驾的功能 针对一些 还比较实用一点 是 所以反而对这个警察 万一这个人 警察手势不清楚 对或者角度有些偏差 可能就会有些误 担心会有误判 但是没关系后续这个新的 它是这样 它不是单一指标 它是说你会看到 各种交通耗制 包括红绿灯 再加上 这个是附加因素 而且在发展AI的过程当中 其实自动驾驶 一直是一个很重要的挑战 就是全世界在做AI 自驾算是其中AI的一个领域 所以我的感触 刚刚跟这个立将军差不多 因为我刚刚那时候看到 华为的这些功能之后 我最在意的就是 哇 它居然能够同时检测 交通警察的手势信号 是不容易 如果它今天真的做到这一点 那就代表它的AI的模型 它整个的演算模式 那它的侦测的这个灵敏度 已经达到了另外一个水平 已经非常成熟了 对 因为其实在发展 这个自驾的过程当中 它有几个挑战嘛 就最早大家是对于那个路线 那你现在有了Google Map 或者之类的东西 这个导航没有问题了 然后接下来就在于说 你怎么样监测到 你跟前车的距离 你怎么监测到这个障碍 这个最近也有很多 很成熟的这个模型出来 接下来就开始了 就如果你真的要完全自驾 那么怎么样检测到 这个路上的所有的交通讯号 然后现在如果连交通警察的手势 都能够这个侦测出来的话 这个如果华为真的做到了 那么真的 它在AI的这个发展的领域 就已经是超前了 至少到目前为止 我没有看到 所谓的自动驾驶的 这些相关的辅助软体 AI软体都有这样的一种 我跟你讲一个 真的影片demo的一个功能 就有一个女生 坐华为系统的车 到停车场 然后她就要停车 钱已经付了 然后那个车就自动去找那个位置 就是女生就下车 她就也没 根本没在车上 她不管那车了 那车就自动找那个位置 就自己停进去 然后那个女生 办完事了出来 她就站在那个原地 然后亮出那个功能 那个车自己开过来这里接她 好惊人 你不用找车 也不用自己去停那个车 这个省掉很多的困扰 你忘记你车停在哪里 但是对华为来讲 其实华为极有可能做得到的原因 是因为华为现在所发展出来 大家如果都听过 那个盘古大模型就知道了 华为在AI领域的研发 其实已经领先到一个程度了 它的盘古大模型下面 是绑了五个基础模型 所以它的盘古大模型 已经可以做到非常多 各式各样的功能了 所以你说现在华为的AI软体 它能够检测到 交通警察的手势信号 我相信 这也极有可能它会做得到 是 太阳星全校克肺尔益生菌 我吃了两三天 最明显的感觉 是睡眠品质竟然变好了 睡得好 让我整个人工作更专注 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肺尔益生菌 才让我认识到克肺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 和益生菌所组合而成 不仅能够维护 消化到机能正常运作 还拥有多种 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当强大 你知道吗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称它是神仙的礼物 上千篇的国际研究证时 克肺尔益生菌 不仅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 影响全身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从的平衡 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 真的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积极的灵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 选择太阳星全校 克肺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健康没负担 每日克肺尔时刻美好 不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 输入推荐代码 有额外的折扣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